自己做 自信在人生每一件事当中 占有重要的部分 当明白没有外力 信仰或者宗教仪式 能够救到自己之后 佛教徒就会自觉 非靠自己的努力不可 只有靠自己 才能够得到对自己的信心 同时他必须了解 他的现生和他的来生 完全是由自己来负责 每个人必须去求自己的解脱 解脱成就 可以比喻为治疗疾病 一个人生了病 他必须去看医生 医生诊断了病情 同时吸出处方 病者必须自己去服药 他不能够委托其他人代他吃药 没有一个人 只是用赞美药物 或者赞美医生 为他开一个好的处方 而医好了病的 为了治病 他本人 必须依照医生 有关食法和次数的足负 去吃药 他日常的菜单 和有关医护给出的限制 通通必须遵守 同样地 一个人必须遵守佛陀的教诫和忠谷 佛陀如同医生开出处方 为的是控制和降伏一个人的贪 贪、贞、贼以获得解脱 人不能单凭唱赞美诗歌 去歌颂佛陀 或者供奉佛陀 而能够获得解脱 也不能以慶祝 纪念佛陀的某些特殊节目 来获得解脱 佛教 不是靠祈求而得到解脱的宗教 人必须適当地控制欲望 淨化情绪 精进以得到解脱